對不起傷害了你 傷了你的感情 我聽見有個聲音 是玻璃心碎一滴 對不起是我太任性 但這話總讓人相信 或許不該太失敗 超失敗 I'm so sorry 又讓你生氣 示範 Johlu 謳聽話被在颱夜爬轉避 夜夜知道了又要懷念你 妳說你不ен почему 吃生意 在明眼話猜對家的蜂蜜 共同不約和你 提不APP 每天到晚就在園裡 就跟上比越零一切的開心 對不起傷害了你 傷了你的感情 我今天有個聲音 是玻璃心碎一滴 對不起玻璃心碎一滴 掌聲鼓勵 還好 對 對 這比較好笑 對對 對 這比較好笑 對 這就是我設計的梗 我們這舞玻璃心就是在講說 我們平時生活上不敢在社會上 或者跟家人朋友或者情侶之間 有時候講一些話說者無意聽者有心 就會被誤會 對 就是偏偏我這樣講 然後你就會這樣那樣想 所以對我來說 改不了了 他整首歌創作除了是歌曲本身 跟MV本身的內容以外 觀眾的反應也是創作的一部分 沒錯 是 請大家因為這首歌 你跟Timbo已在中國背景 那你們會後悔就是發表這個作品嗎 還是希望有更多的音樂人 演藝人員能夠站出來去做 我不覺得我被禁了 我覺得被禁的是 不能看到這些作品的人 真的 對 那未來還會有相關跟玻璃心 類似的這種創作的題材嗎 我覺得我 對我來說創作是 什麼題材都要創作 因為我的作品到現在 如果有follow我的朋友就知道 我偶爾也寫情歌 那偶爾也寫那種洗腦歌 可愛歌 無腦歌也寫 然後有時候會寫一些批判的 嚴肅的課題都有 那我覺得只要靈感來了 或者我遇到什麼事情 我一定會把它寫出來 這個就是我覺得 我沒有去限制自己 或者去審查自己 因為我覺得創作人 就是要坦承的面對自己 這個是創作的精神 對不起 使我太任性 講這話衝動跟相信 我是不該太切開 唱成本 I'm so sorry 我說實話 因為這首歌真的是 明姿哥的那個寶貝 然後如果我可以跟他一樣 這麼厲害 那我一定要 但是我還沒 我還在努力 你寫歌很厲害 我還在努力 我站在你旁邊 很棒很棒 他也很會寫 我是很希望啦 因為我的中文還在 就是加油 然後如果我可以就是 像你這麼厲害 寫出這麼 就是大家都很喜歡的歌曲 其實我覺得 當然不反對 當然 我平常就是有在看 黃明志的影片 然後他的一些創作 都蠻大膽的 他的言論 他的創意都很特別 然後有自己的想法 我覺得 台灣年輕人喜歡接受 做這種新的資訊 然後 或是有大膽的言論 不會畏懼說 什麼壓力 不會畏懼中國那邊的壓力 那我覺得 這方面還蠻值得肯定的 因為他的音樂 他其實音樂也好聽 然後加上他的創作的作詞 也有內涵 所以容易吸引 就是廣大的民眾喜歡 才會有三千萬的評論 我已經可以 開玩笑 然後再加上我的 或是哪裡 你 你 好 我的 就是 艙 你是 那 我